哈喽,大家好 我是华世宇 我今天收到了今年发的新专辑 希望HOPE 这个是USB版的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拿到这个 专辑发售之后的食欲尾 我之前只见过那个 打样的那个版本 所以今天我要拍一个开箱视频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看看都有什么 这个是我的专辑的这个封面 这个造型我觉得很酷 当时拍的时候 这个头发大概到这儿了吧 很长的一个头发 我觉得这次拍一张专辑的照片 我拍了好多啊 这是歌词本 其实我觉得这个最特别的应该还是 我们每一个有歌词的地方 都会专门中间有一张特殊的 一个红色的这个卡片 就是滤镜卡 然后会发现比如说 它在这边是不一样造型 尤其是歌词 你看光这样看歌词 它其实是有点像乱码 然后但是把这个卡片一放上之后 歌词就是清晰的 也是为了讲述这张专辑的这个概念 就是虚化与现实的这种 这种这种意义 对 然后然后 这个是一个特殊设计的一个小心思 这个是海报 海报其实今年专门做了两张 要特殊一些 一个是这种短发的造型 然后还有一张是长发的造型 对 其实也是为了讲一个 关于虚化与现实的这么一个概念 长发的造型 虚化与现实就比如说 其实像我有时候我内心里面 其实会希望我自己就是有这种比较 夸张一些的这种造型 然后内心比较狂野吧 然后喜欢长发啊 然后又是带点颜色啊这样 然后它好像 这个世界会告诉你说可能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当我把头发剪的这么短的时候 然后那你觉得这个短发的我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我 那这个长发的我 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最后就开始是我们的主角了 就是我们的USB 我们也觉得很像一个就是一些一些 遗迹的那种文明消失的一种感觉 有点那种火星就是火星的那种感觉 像个符号一样 其实是有点来源于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logo 对看这有那个演唱会的logo 其实是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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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 对 然后设计的 USB 很可爱 你拔出来很可爱 比如说像摆在家里面当一个小摆件 在外面上摆的也挺好看的 对 就 挺方便携带的 这个里面其实会有我的 今年的专辑里面的十首新歌 然后是十一首新歌 对 还有一个我们的歌曲的MV 还有我们就是21年演唱会的这个纪录片 对 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收藏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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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